什麼廣州的便利商店裡面有超好吃的美食 我現在呢 人在廣州 半夜嘛 剛洗完澡 想說肚子有點餓 然後我就先來買一個 宵夜 在廣州的Seven呢 還有全家的店面裡面 都會有賣一些就是 魚蛋啊 車仔麵啊 然後今天呢 安森就點了一個套餐 買完以後 我們就上到房間裡面 去做一個小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起來感覺如何吧 OK 我們已經回到安森的房間 那現在的時間是晚上 1點多 那安森還在整理 這一次所拍攝的一些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算是一個 小瓶系列的一個夜宵分享 那安森呢 今天所買的東西就是這個 登登 對 這個就是 車仔麵加魚蛋 但是呢 安森在台灣呢 非常喜歡吃熱狗 那安森也特別單點了一隻 就是他的肉腸 我們來吃吃看他的味道有沒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OMG OMG 安森還刻意加了一點辣椒進去 很香喔 那我們就開吃了 OK 那我們目前的話呢 就先來吃這個肉腸 我們來吃吃看啊 欸他的做法是水煮的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他的肉腸 其實他的肉腸也蠻好吃的 不過吃起來的話 對於安森來講是有點鹹 但事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的肉感就很紮實 可能就沒有像台灣的那種熱狗的那種烹飪的感覺 基本上是不同的口感 但我覺得我都蠻喜歡的 哈哈 在大陸旅遊 你有時候會看到路邊會有些賣一些 玉米場啊 肉場 那個也很好吃 那個吃起來會有一點 甜甜的味道 再過來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他的 魚蛋 這次在香港沒吃到魚蛋 但是 想不到來廣州 欸 還是可以吃到魚蛋 我覺得他的魚蛋很香喔 他的這個魚蛋不像那個 短短短短短 沒有 那麼大的彈性 但是呢 他可能一直煮 一直煮 一直煮 就是那個味道整個都已經很完整的攜帶裡面 那再加上呢 安森其實有 抹一點點辣椒在上面 所以吃起來呢 咖哩魚蛋被我吃成麻辣咖哩魚蛋 但是我覺得有點辣辣的 其實還蠻好吃的 再過來呢 就是他的 車仔麵啦 看來就超想吃的 噢 他車仔麵很好吃欸 他的車仔麵有一點那種醋味 他會有點酸酸的 然後我就加了一點辣椒 我就酸酸辣辣的 感覺 好像在吃泰式酸辣麵的那種感覺 宵夜這個真的很好吃欸 嗯 但是因為這一餐呢 其實安森都有加辣 所以安森也買了一個飲料 就是安森在大陸最常喝的一款 維他奶 港式奶茶 安森個人蠻推薦這個 港式奶茶 就是能很還原港式奶茶 該有的味道 啊 OK 那今天我們吃這樣子 就是一個車仔麵加魚蛋的套餐 再加上一個肉場 還有一杯 呃 維他奶的港式奶茶 這樣總共花費是 18塊5毛 那折合台幣差不多是 90塊左右 以消夜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是剛剛好的喔 因為他都是現煮現弄嘛 他就比較不是微波類的食品 就會覺得 嗯 感覺蠻划算 OK 大家覺得今天的7-11 深夜放毒 宵夜小分享怎麼樣呢 那各位安森TV的朋友們 不論你在大陸 還是在台灣 通常你到便利商店吃宵夜的時候 你都吃哪些作為你的宵夜呢 趕快留言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給大家 多一個可以參考的選擇喔 那今天的小小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 明天見 掰掰 掰掰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安森TV每天晚上9點 都會準時上傳影片 上面的這些平台裡面呢 也都有安森TV的相關頻道 同時既然安森都會把自己的生活大小事 分享在自己的Facebook IG還有微波上面 如果喜歡安森TV的話 記得把他們通通關注起來用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